美国虚旧其涉嫌在2022年摧毁海底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的爆炸事件中扮演的所谓角色作出回答 这在评论美国记者赫什早些时候发表的一篇博文 他指责美国军方参与了爆炸事件 并声称总统拜登为这次行动开了绿灯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呼吁白宫解决赫什所提出的事实 通过原引一位直接了解作战计划的为具名消息人士的话 赫什详细介绍了美国海军熟练的深水潜水员 如何在2022年6月的一次训练演习中放置C4炸药 然后在三个月后远程引爆有效再课 赫什写道拜登总统将这些管道视为俄罗斯总统普京 为实现其政治和领土决心而将天然气武器化的工具 赫什是普利策奖获奖调查记者 他揭露了1969年美军屠杀越南平民的事件 他还爆料了2003年美国入侵后 美军在阿布格莱夫监狱虐待伊拉克囚犯一事 俄罗斯在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一再表示 北约国家是2022年9月影响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管道爆炸的幕后黑手 北溪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 旨在将俄罗斯的天然气输送到波罗的海下的德国 而西方官员则否认了这些指控 扎哈罗瓦在他的社交媒体上的一篇帖子中表示 白宫现在必须对所有这些事实发表评论 他在这篇帖子中总结了赫什关于所谓的美国参与该事件的主要说法 白宫驳斥了赫什的帖子 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沃森称 这完全虚假纯属虚构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如此表示 中央情报局发言人回应了白宫的否认态度 他称该报道完全是错误的 美国和北约都称北溪爆炸事件是破坏行为 爆炸发生在其专属经济区的瑞典和丹麦的调查人员表示 管道破裂是人为破坏造成的 但并未说明他们认为应对此事负责的人 俄罗斯称这些国家有所隐瞒并故意阻止俄罗斯参与调查 此前其国防部指责英国海军人员炸毁北溪管道 北溪二号的设计旨在使俄罗斯可以直接通过海底 输送到德国的天然气量增加一倍 该管道已于2021年9月完工 但管道从未投入使用 因为就在莫斯科于2022年2月派兵进入乌克兰前几天 柏林搁置了认证 别再来 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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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